好,歡迎回來第二隻的動脈無雙 我們剛才介紹了RG的活動 今屆就有一個TCG遊戲的宣傳 就是這個PM卡 我們就由星史幫我們介紹一下PM卡 大家好,我是星史 我想一開始要講一點點 其實有部份聽眾大概會對我的名字有人像 其實我們早前已經轉了會 用我這樣稱呼 現在我們是幫Purchase Memory 通常是PM 做這個推廣 我們現在的全名是HAPM Group 接下來RG都會幫香港代理商 接下來RG阿九 以商業攤位形式展出 今集為什麼會在RG展出呢? 其實一開始 其實這也是我們那邊的主意 其實這樣說 其實我們的推廣組織 其實我們本身跟代理商 嚴格來說是沒有連接的關係 其實我們是獨立的中立組織 但我們就在想 推廣一隻卡遊戲 其實最有效的方法 都莫過於在有大量ACG外號者 會出現的場地那裏做宣傳推廣就最好了 所以我們想 其實香港最方便的活動 其實都不外乎是一些同人展 所以那時候想 剛剛好就 RG最接近了 所以就 考慮了一會 之後就跟代理那邊講一講 他說 OK 那你就去談一談 就去找主辦單位那邊 嘗試接觸一下 是否一拍即合 蕭先生 我基本上 所有人都是一拍即合 好啦 其實 PM卡 其實 我們之前 12月的時候 都介紹了很多的TCG遊戲 其實PM卡 眨眼看 其實跟WX卡好像很相似 其實他們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 你說得都沒有錯 其實真的很相似 因為他們屬於同一類型的作品 那我們的定義下去 他們都是屬於一些 動漫作品 雜感式的一種TCG 即是雜本式遊戲 卡片遊戲 那如果你要說 跟WX的最大分別呢 那麼 PM這隻卡 我會覺得 它的畫風是比較漂亮的 因為根據 日本那邊的 母公司那邊的職員提及過 其實PM它最大的一個特色 就是 日本公司它會另外出一筆預算 讓各個作品的製作單位 重新繪畫過一批 給PM卡用的圖 所以畫質會比較精良一點 還有最大的最大的特別 暫時我看好 那麼多隻卡遊戲都沒有的特色 就是 它是有得換 那些動畫作品 裡面參加的聲優的親筆簽名 即所謂的即不簽名 即所謂的即不簽名 對 這個就是其他就沒有的 現在就知道 插了插了 包紙 其實PM就 不能說是唯一一個 但是其實它就是最多 就是很容易換到 那些所謂的直筆簽 即是那些 性優啊 親筆簽名那些 是很容易換到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吸引的地方 本身 本身 WX那邊 其實的簽名卡 都會是一些的 燙出來的 即是 跟直筆的 大家都明白 差距是有幾大的 另外其實 我看回PM卡 那個 遊戲玩法 其實 其實它比較近似於 就是 外國的一隻卡 Wall of Warcraft 那個 PayCourse 那個制式 其實 我覺得 那個玩法上 會有彈性了 其實 之前我們都說過 WX卡 其實除了愛之外 運氣就是 決勝的一個最重要的元素 其實 PM卡在這一方面 我都看到 其實是說 在那個 戰略上 是會 那個成分會高一些 都會比較考驗 就是 PayCourse 他們自己本身 做卡組的能力 其實 我也同意這個說法 其實 如果很簡單 用 我最喜歡用的比例 就是 個人技術 卡牌的強度 純粹運氣 來比 其實 WX我會覺得 大概 是 4比3比3 就是運氣 4分 另外兩個人有3分 但如果你說 拉過去 PM那邊 就是運氣佔2分 另外 卡牌本身的強度 以及 玩家自己 要有技術 就各佔4分 如果想大概知道 就是 PayCourse 的制度 究竟 那個好處 其實大家可以聽到 12月 這個 Double Up Card Game 其實我們有詳細介紹過 就是 PayCourse的制度 我們先說 PayCourse 會有什麼類型的卡片 種類呢 其實 很簡單 除了人物卡 另外 只有兩種 一種 支援卡 類似於 概念 好像 Online Game 那些人 有些裝備 裝上去 裝備卡 類似這樣 另外 第三種 我們叫事件卡 Event 其實 都很簡單 只有三種 三種卡 其實運用方式 和判斷勝負的方式 可不可以簡單地 跟我們的聽眾 介紹一下 其實這隻卡遊戲 它的勝負條件 都不難理解 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 你自己的卡組 抽到 沒得再抽 那就輸 第二個 輸的條件 就是 我們會叫做 傷害點數區 那邊 累積到七點 就叫輸 傷害點數區 簡單來說 就是 玩家互相對戰的時候 會產生的一種傷害值 基本上來說 PayCourse 如果是正常 兩個玩家互相對戰 大概需要 半小時 才會完結 這一點 與WX 比較長 這本身 是它的系統 比較複雜 以及戰術 要求比較高 有關 我想問問 大概需要用幾張卡 最少 一個卡組 60張卡 沒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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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說過 基本上 跨作品 去做一個卡組 是異常困難 甚至 某些作品 幾乎 沒有可能去跨作品 那 PM在這方面 其實它又會是怎樣的呢 其實PM這方面 我會認為 是做得出色很多 其實PM的名字是Precious Memory 其實如果有些人 如果有機會 你試試買一包卡 看看它的卡背 其實它是有定義Precious Memory 它的意思 簡單一點 中文翻過來 就是這款卡遊戲 載滿了一些很漂亮的女生角色 一些珍貴的回憶 那是怎樣呢 所以南國差點 PM的主題 它盡量推出的作品 全部都會圍繞一些 比較男性向的動畫作品 以及會說校園生活 那個主題的統一性 會很高 所以 因為這個 有一個大的框架 框住了這個PM 它選的作品 所以有時候 混系列的那些 通常 女生的卡遊戲 混系列都是講特徵 所以 在這個大框架 框住底下 就會有一些很常見的特徵 譬如 那些作品 每個都有校園生活 所以會有制服 有很多都會去沙灘 所以會有水穿 不是 是石石都有 石石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去沙灘 然後穿水穿 除此 我還有 很多都會去有制電 所以會有和服 所以 在混系列的時候 就會做得 會比較容易做到 還有比較強調 但是這樣會不會 其實 因為始終有些作品 可能 男性 就像你 巴薩拿 那些 巴薩拿 那些 卡片 其實那些 就會 概括不了進去 雖然我都明白 打男性市場 但是 男性市場熱血 其實都非常重要 我也相信 但是 這一方面 其實是否做不到 那些玩家 是否吸引不到 其實都會 其實 很懷疑這樣說 其實都會是 因為 其實看了 暫時 PM會出 或者已經出了的 那麼多作品 其實基本上 就不會說 有些 作品裡面 藍氣 很重的作品 就真的 不會見到 通常都是因為 作品裡面 有藍角 而 卡片裡面 會有藍角的出現 或者成為事件卡 但是 男性就絕對 不可以 亦都不可能成為 PM裡面的重心 當然 這個也會說 PM的特色 就是以 呂角為重心 那 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PM 其實都不是 新推出的卡 其實都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其實 你說好主要 現在在推廣上 其實 有 因為始終 同系列的 都有WX的存在 阿星市 你打算怎樣 去宣傳 就是 他們兩者的不同 去吸引 就是 那些人去玩 這個PM卡 其實 我們這邊 會這樣看 其實 PM 都說出了 不短一段時間 但其實 看回客觀的時間 其實 他大概是 一零年五月 那時候 出第一套 那時候是 KON 出得不錯 因為KON 那時候是 很大義的作品 我沒有記錯KON 好像出了三套 四套 四套 接下來還會出劇場版 嚴格來說 有五套 所以 其實跟WX對比 其實 那個作品數 始終都是有一定的差距 差不多是一倍數量的差距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因為是 推出時間的問題 但是 我們這邊的推廣 策略 其實 我們想的理念 都會是 其實 市場 不會完全衝突 因為始終 除了很個別的作品 兩者都會有之外 其實大部分的作品 都不會重疊 首先 就是 對作品有個別興趣的朋友 就自己的興趣去選擇 還有 他們本身始終是 玩的方式 會有分別 打擊的 玩家的層面 會有少許分別 還有 最重要 我們會這樣想 其實 PM的卡 就會出得 款式比較多 以及圖 比較漂亮 那些簽名 也比較容易存在 即是 普通的機印簽名 加上有這個 聲優值不簽的制度 所以我們會把 推廣的重心 可能會平均地 放回一些 可能是 宣傳給一些 普通 可能平時不玩卡遊戲 但其實 覺得張圖漂亮 不介意 不介意抽一兩包 坐一坐 這樣的一種策略 去推廣這個卡 明白的 但是 剛才也說過 周期性 出卡的問題 其實PM的 出卡的周期 大概是多久的呢 其實 因為我暫時 都接手了 兩三個月 但是 暫時 看上去 基本上 大概 一個月 有一隻 新作品 以前PM出卡的時候 拖得很慢 去到現在 後來 似乎 母公司 似乎 越來越 越來越出力 所以就 出得很頻密 開始一個月有一隻 差不多 明白了 或者是 問一下其他 現在坐在那些 大家 經過 聲視相信 都會 跟大家簡單介紹 這個PM的規則 大家其實對PM的 初步的感覺 是怎樣 我想問一下 關於你剛才說的 聲優的值得簽名 我也覺得很吸引 但是 身為香港的玩家 究竟我有什麼方法 可以得到這張簽名卡 這個 你說到問題 就重心了 其實 這個簽名怎麼換呢 簡單來說 你每抽一包卡 那些小包 我們叫擴充包 又或者 抽基本卡 做一盒 那些 它都會有一張貼紙 跟著 一張大貼紙 在上面有六個小貼紙 的位置 通常就會是 一張 如果你買的擴充包 就只有一張貼紙 如果是 基本卡組 那你就會齊 那六個小貼紙 全部都貼上貼紙 那些我們就叫 一個印花 那你要存夠三百個印花 才可以去換簽名 那 問題就是 日本那邊 是不接受海外地區的申請 那你需要有 日本的地址 那通常 香港玩家的做法 會是找一些 雙屬的卡譜 當然卡譜 本身要有這個服務 所以 就交給他 就是 玩卡的第一個條件 就是 首先要跟這個卡譜的關係 非常之友好 其實 都不需要 你只需要知道 哪些卡譜有就可以了 那當然 礙於這個 立場鬆鬧的問題 我就不方便在這裡透露了 那可能大家需要自己 嘗試 自己去問一下 或者 看RG那天 直接去問星時一 如果你個別私底下問我 我會回答 不過我也想問一問 就是 你說 直筆簽名之外 你說 呂角為主 你說 我看到Working 其實都不只是 只有女生的主角 那男生的三個主角 其實 如果你說 女性向的粉絲 會不會都吸引到他們 例如雙馬 佐藤 和小鳥遊 那三個 其實都對女性向的粉絲來說 都很吸引 他們三個聲音都很厲害 其實 我會這樣說 其實 做了TCG推廣一段時間 其實 老實說 玩卡譜的女生 是真的 真的 好少 好少 所以相對來說 我們會覺得 對呀 其實有些作品 例如Working 又或者甚至K on 這些 其實女生都會喜歡 都受落 但是 他們可能就真的 買少少 就會吵 這樣為主 但是 這個其實都沒有所謂 總之 大家 喜歡就買 我只是推廣給 更加多人知道 讓他們知道 想不想買 還有他們會不會玩 都是他們的自由 但是我盡了我的責任 去推廣給他們 知道 還有補充少少 不過這件事都是聲勢告訴我 其實剛才提到貼紙方面 因為貼紙好像是職筆簽的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角色 貼紙裏面都會分不同的角色 你要集齊那三百個 然後寄過去 你就才可以先到先得的形式 就可以獲得那位職筆簽名 這件事可能是樹齡弄錯了 首先 有什麼事 第一件事 那些貼紙頭是不同的 樣子是不同的 但這件事沒有關係 這件事沒有影響 只是它出版的一種做法 總之你只要儲齊那個作品 三百個貼紙 你貼上去 它有張表格 要你貼上去 你貼上去 你就可以拿去換 但是其實 但是有個問題 其實大家都知道 升幼值不簽數量是有限的 所以通常都是先到先得 換完就可能會真的沒有 至於數量有多少 事實上我都不太肯定 我曾經在朋友那裡聽過 就試過有一位 都要做這個幫PM簽卡的 一個升幼的block 他拍了一張照片 照片後面就看到桌上放了一堆卡 看上去的數量大概是百多張左右 這不是正式的情報 我只是聽回來 所以如果大家這樣判斷 一個日本 它賣多少數量的卡 就有多少數量貼紙 所以理論上 以我們的建議 純粹我們這邊個人的建議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那些作品 以及對某幾位升幼 簽名特別有興趣 最好就是 在作品發售之後 盡量盡早 一兩個星期內 你最好就完成這個三法國貼紙的任務 否則你有機會會失敗 簡稱就是我們這個卡遊戲的市場 簡稱是盡快爆卡 其實不一定 當然有些人不想換貼紙 不想用貼紙來換 所以他會拿出來 賣 這當然是所謂的卡市場的交易 除了卡還有還有貼紙交易 其實這次RG裡面 除了在裡面會搞這個活動之外 其實我也知道 會和一個同仁組織合作 月光那邊 風林火山那邊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合作呢 其實這個問題應該是先問星時 因為我當然是被邀請之一 但因為我本身也有開卡牌 很舊之前 有些Magic 其實我覺得很好玩 覺得另一個日式的卡遊戲 都很有趣 所以一收到星時的邀請 其實都可以大家合作一下 詳情的話可以留在他那邊 什麼宣傳的策略 其實純粹都是我以前的一些 腦裡的想法 想著 其實如果有機會的話 跟一些同仁組織 做一些合作 可能我的想法會是互為互利 我們這邊就盡可能 看看在我們的能力範圍裡面 怎樣幫助組織做宣傳 譬如我們會做一些海報 那些諸如此類的東西 我們會在全港 跟我們有合作關係的卡舖 長期貼牆 另一方面 希望同仁組織那邊 幫我們畫一個圖 一兩張圖 我們這邊又可以做一個宣傳 吸引一些 可能本身是喜歡同仁的 但可能還未知道什麼是卡牌遊戲的人 首先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 之後再看看有什麼辦法 讓他們覺得 其實都好像挺有趣 都挺漂亮的 那些卡 嘗試去接觸 來達到我們推廣的目標 所以一開始 其實我們擺的目光 都會擺在一些比較出名的同仁組織上 看了這麼多個 其實風林火山 因為我們特別是被原創的元素吸引 所以第一個嘗試接觸的就是風林火山 明白 那月光其實 你自己都應該看過PM卡那邊 其實你對PM卡的感覺是怎樣 我自己都特地買了兩盒的Starter來試玩 其實我和Walker玩完之後 一開始都花了兩小時的時間來玩 因為一來它本身是日本的卡 所以花的時間會比較多 但當了解完之後 其實都好像這樣說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都可以玩到 還有跟其他卡牌來說 它的策略性會比較高 我自己是喜歡玩這些 不是單純運氣的卡牌 運氣的我會玩 大富翁的我會玩 雜換式的我覺得最好玩 其實是你怎樣自己砌到的 我會這樣說 還有是你怎樣用的手牌 再做出不同的效果 來可以贏到這場的遊戲 那其實是不是都會看回自己 喜歡的作品 這個都會是一個考慮方法 我就可能比較理性一點 如果那張卡厲害的話 我想我都會選擇選擇 一個能力高曲 那張牌漂亮的 其實我自己就個人感覺 其實如果用回現在的TCG的角度來講 PM卡大概的難度 應該就在中間 剛剛好中間位置 其實它是 因為其實你好像說 高階一點的 因為我覺得始終就是 這個是日本卡遊戲的定位問題來的 它們不想就是一些太Hardcore的玩法 會導入了卡片遊戲裡面 所以其實它們趨向那個玩法 都會是希望保持到一個輕鬆的感覺 就是玩下去不會像 Magic或者Double 要做很多很多不同的計算 計算到可能分分鐘是 嚇怕了玩家 其實我覺得這方面其實是有利的 而我想就說 好像日本卡遊戲 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策略性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 日本卡遊戲 其實很多時候會講一個問題 就是說 它們的卡片平衡 其實未必會做得那麼理想 當然你說 WS的 它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是迴避了這個問題 因為 跨系列的作品其實不多 但是PM卡我見到 其實它 我一看完規則之後 我第一樣想到就是 WW的System 其實它除了你說 它迴避了一部分 計算的方式之外 其實我想最主要它拿了一個就是 策略方面 就好像每次起手的時候 究竟Mindy卡 成為資源 Mindy卡 是成為今次卡的主力 那其實這方面的考量 會是比較多的 所以其實 玩下去的話 可以創造到 多一點點不同的策略性出來 另外 說得你說 好像要跟別人打 那不得不提的 就是比賽 那究竟 PM的比賽制度又會是怎樣的呢 PM的比賽制度 其實跟WSO差不多 那就是 你去參加官方比賽 都要給這個參賽費 之後就會有一張參賽相 都是一張P卡 那就是P卡 就是那些 你永遠不會由普通抽卡 那裡得到的卡 而且這些卡 永遠都是蘇州過後 無停搭 那你那個時候 有一個月 你不參加那一場比賽 那張卡 正常來說 就永遠不會再出現 但是我想問一下 如果這些POMO卡 是否屬於 可以在比賽的環境下 用的呢 這一點 PM做得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因為那些卡 除了圖本身質素 一定有保證之外 有個別的卡的性能 會是比較強的 強到是需要 有些真的有要求的玩家 又或者你真的有心想打得比賽特別好 那你一定要下的 你不下就不行 那如果這樣的話 這些卡 是不是會有限制的呢 都會有所 沒有限制 你想下的 就是你下的限制 就是跟回PM本身的要求 應該這麼說 P卡出的強度 是正常的增加 都有機會去到的程度 你剛才也是說 會在雙鋪那裏 去做個比賽 其實就會是 這個是的 在我們PM群的努力下 暫時 香港呢 都有很多個區分 都已經是有定期的 這個PM比賽 例如屯門區 土瓜灣 長沙灣 旺角 油麻地 灣仔 北角 柴灣 有沒有數 還有觀塘 是 荃灣暫時還沒有 還有葵聰 是 正眼聽下去 我們都盡其所能 盡量想覆蓋多些地方 有比賽 都幾地鐵遠線了 小明都會到的 但是其實 如果那個比賽 那個週期 是會多久為止一次的呢 其實 因為我們這邊的人手所限 暫時每間店鋪 一個月暫時 大概一至兩次 有些 我們去得多些 即是可以去得多些 或者那個區分 本身玩PM卡的人 多些 要求多些 我們可能會兩次 一個月兩次 但是其實暫時 現在我們搞的數量 都勉強滿足到玩家的需要 即是 他們的需要 不單止是為了 卡 其實有些時候 是為了跟別人打敵 對 交流 比賽交流 因為 其實我們最想 就是 多些區分 有店鋪比賽 另外 就 可能有些 活躍玩家 他們有時候 真的很喜歡跟別人玩 他們會到處走 到處走 就會多些機會 跟不同區分 有交流 那些思維碰撞出來 大家都會對這隻卡遊戲 有更加多 即是 玩家互相之間 會有更加多的了解 這個都是我們 做推廣 其中 想做到的目標 但其實都想問多些 比賽 關於比賽的問題 其實 好像剛才都說 分區 分區 其實是怎樣去為之 就是 可能說 應該相信都會有一個 組合在一起 就是 最終今年的 冠軍 那類型的比賽 應該都會有 那其實怎樣去定 職分 或者勝負 其實 日本那邊 其實 或者這樣說 香港這邊 其實 正式 所謂的 一些 統一的比賽 其實 是沒有的 其實 這個只是 我們想 搞 可能想做多些 令到大家 有機會 玩得開心 所以我們 就會嘗試 在各區的 店鋪比賽 他們 拿到第一 第二 那些玩家 我們會記下 他們的資料 找一次 機會 可能我們另外 有一個更大的場地 有一個更好的活動 機會 將他們聚集在一起 搞一個 免費的比賽 讓他們一起玩 打完之後 可能 我們另外又 再準備 一些獎品 去吸引他們 一起玩 感覺上 看起來 會做多些 玩家會開心 其實我們的目的 就是 營聚力也會大一點 對 想營聚 一些玩家 對這個卡遊戲的熱誠 還有 做多些 總之 我們做多些 玩家才會 真的覺得 可能是官方有做事 或者 總之 有人做些事 他們就會開心 就是這樣 另外 我看到 除了你說 因為PM 都可以做一個 混系列的玩法 其實是否說 比賽方面 都會辦一些 純系列的比賽 其實 如果 暫時來說 我們這邊 因為PM 暫時都在香港 剛剛推廣 沒多久 所以 暫時都會 店頭比賽 都是純系列 因為純系列會比較簡單 運系列 牽涉到的 東西 會比較多 無論是金錢上 又或者技術上的層面 但是 去到 我們自己另外 搞一些特別活動 可能 剛剛提過 有些大比賽 有些 將優秀玩家 拉在一起 打比賽 那些 我們就會用運系列 刺激 玩家的思維 看看 大家會 技術層面 進步 看看 有沒有機會 日後 如果日本 這邊 我們談到 又或者 他給的資源 多些 可能有 全國比賽 贏了的人 可以去日本 都不出奇 明白 其實 我也知道 其實 都有一些 都會派人去做的 全部都會 其實 你說的 應該是 我們 教學院計劃 是的 我們為PM 讀新訂做的一種 教學計劃 其實 因為我們人手力量 就有限 因為 其實我們那個 不是讀書就上班 是的 不是讀書就上班 沒有可能 每個人都懂分身術 坐在卡譜裡 等著教人 所以 我們那個計劃 那個核心理念 就是 讓一些 有心 又或者有熱誠 的普通玩家 都可以 做一些 義務的學員 他們平時 有機會 在卡譜裡 教了一些新人 怎樣玩 又或者幫他們 解答了一些疑難 我就會留下 一些教學的 一些 記錄 是的 接著 我們會把記錄收回 統計完之後 日後 被他們教過的 那些新人 他們如果 又有去打過 店舖比賽 然後 我們會幫那些 義務教學員 記錄一些 積分 那些積分 就可以去 現在的代理商那邊 可以免費抽 一些卡 又或者拿到一些 已經 市面上 正常來說 不會再有的P卡 那些 我明白 如果衍生的話 就是這些 教學的 最終他們都會 做一個 想做 審議的制度 在裡面 其實 審議的制度 不牽涉在內 其實 這個理念 對於我們來說 的理念 就是 讓普通玩家 都會 幫忙 一起有機會 會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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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滾雪 越滾越大 一個人玩 其實很悶 吸派遊戲 那你總要把 你身邊的人 一起落坑 才會有意思 所以 我們的 終極的理念 就是 我們吸引到 一個人玩 他做了教學員 接著 他覺得很悶 他就把他身邊的人 落坑 一個 一個 越拉越多 我們這邊 就可以 可以稍微 輕鬆一點 就可以做到 推廣的目標 但是 那裡主要 主要是 比賽 你們自己 PM Group 成員 去追蹤 現在是 暫時 我們 Group 現在有八個成員 暫時 我們還在堅持 所有 店舖比賽 一定要由 我們自己 的內部成員 親身 去做 工作人員 兼 做 那 暫時 都未放心 可能被店舖自己 找人去搞 這個牽涉到 始終 都是 其實 就不關你不利益的事 反而是 我們最著緊的 就是 搞一場比賽 就 你不可以搞得太噁心 又或者 有些什麼糾紛起上來 如果不是我們自己人 我們很難控制 要保持基本質素 對 要保持基本質素 剛才都說了這麼多 其實大家玩PM Card 大家都知道 究竟去哪裏玩 或者去哪裏學 的PM 或者可能你有朋友 就叫他 介紹你 去玩一下 當然我們這些 難聽一點說 就下坑 好聽一點就宣傳 我們這些叫做 今次 多謝星視 我們可以看一下 到時 星期 4月8號 差點說錯 差點說下個禮拜 4月8號 希望在會場裡 會吸引更多的人 去玩PM Card 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